那么讲讲中国 中国呢是这样的啊 在未来二三十年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当中 我们确定它 这个确定呢有四个理由 第一个呢 政治稳定的前提不大的 虽然咱们每个人呢 中国人对政治比较感兴趣了 对吧 吃饭呢老喜欢谈政治 尤其是男性 女的还是什么化妆品呢 是不是 那个男的就是基本上是那个 喜欢谈政治 大家应该有感觉 我们大的政治稳定前提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大前提 没问题 第二经济基础还是有的 中国经济呢肯定告别了那个 失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我们有三十年左右 是吧 都是这个基本上是两位数的增长 那个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呢 那个时代结束了 因为那个时代有很多特殊条件 那个特殊条件没了 但是我也坚信中国不会 掉到那个每年一二的增长 不会的 是吧 五六的增长维持个二十年 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这就很让人满意了 你比如今年我们上半年增长六点三 去年我们GDP十三点 那个六万亿多 接近十三点七万亿 你把这两个乘一下 三点六 六点三 十三点七万亿 那个基本上接近一万亿美元 一万亿美元什么概念知道吗 就是土耳其全国的GDP嘛 一年增长一个土耳其你还不满意呀 要求太高了 要求太高要倒霉的知道 平常新一点 一年一个土耳其也很好了 是不是 所以经济基础还是有的吧 然后就是科技和军事啊 科技是那个第一生产力 对不对 科技决定这个国家的产业水平的 对吧 利润水平的 那么科技我们现在是在进步很快的 中国现在的科研实力啊 总体来讲是位居世界的比较前列的 比美国差 还是比很多国家好 那个世界上呢 有两份最好的科学杂志 一个是美国的Science科学 一个是英国的Nature自然 对吧 那么Nature呢 英国这份杂志 它搞了一个Nature Index 叫自然指数 那个自然指数说起来也比较简单 他就请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 上班人去评本领域最好的杂志 最后评出来83份杂志 然后他就看这个83份杂志当中啊 各国发文的情况啊 最后的是这样的 在过去十年 这是83份一流的杂志里面发文 排第一是美国 第二是中国 第三是英国 其他德法日再差一点 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跟美国的差距 不是那么大 美国是100 我们是60 而第三名英国 我们比他多 300% 我们是他300% 这个 所以在科学发文方面 其实是中美两家 并驾齐驱的 对不对 我们跟美国差30% 可是英国跟我们差300% 你们想想是不是 其实两个跑到前面去了 其实咱们主乎国家 工科男挺厉害的 知道吧 现在天天在吹牛 就像我这样的文科男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说 所以这个排位 就Nature Index排位 我认为是反映实际的科研能力的 国家排位 美国第一 我们第二 如果按照Institute 就是科学机构排位 中科院第一 哈佛大学第二 而中科院的发文数 比哈佛大学高50%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现在我们科技基础就不错了 这附带还讲一观点 就是咱们那个科技 那个实际上呢 是比西方晚的 就是人类的现代科技 是在刘顿时代产生的 知道吧 有一天那个刘顿勋爵 被苹果砸了 砸了以后 他是不是悟出来一个道理 就是宇宙之间存在一个东西 叫万有引力 对吧 那个 然后呢 在万有引力基础上 他提出了刘顿力学三原理 然后现代科学就产生了 在那个之前呢 我们中国固然没有现代科学 欧洲也没有现代科学 中国有帮撒东西 天天说中国没有现代科学 这是个废话 是吧 那个 就是说孔子时代没有计算机 一样的 一样蠢 因为欧洲也没有现代科学 知道吗 实际上现代科学 在西方是刘顿开始三百年 咱们国家是五四开始一百年 知道吧 这个 咱们就学了一百年 他们学了三百年 我们成了全班第二名 我们不是学霸 谁是学霸 对不对 所以科学基础挺好的 那么未来十年 中国科技一定是大爆发 因为我的推算啊 只要我们现在增长率不变 美国增长率不变 基本上五年左右 我们的研发投入超过美国 再过五年 我们的产出超过美国 是吧 所以科技这一块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就军事 军事呢 咱们国家经过这个 那个七十年努力啊 基本上是进世界第二梯队了 是吧 我们跟俄国并排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那么未来十年来 我们军事肯定是大爆发 这点毫无疑问 有很多理由 就是我们的财政基础 我们的工业基础 我们的技术基础 就是军事革命的基础 都比人家好 财政情况是最好的 在二战的战胜国里面 我们现在军费开始最低的 知道吧 那个二战战胜国里面呢 这个 现在这么告诉大家 美国 俄国 印度 他们的军费开支都是四以上 四或者四以上 美国的民意军费开支 七千三百多亿美元 对吧 因为美国GDP不是那个 那个二十万亿嘛 就是民意上三点七对不对 因为它有一些隐性的 那个美国的实质军费 开始四点五 俄国应该也差不多 印度也差不多 那个 然后呢 那个法国英国是三左右 他们军费开支 加上隐性三点五吧 咱们国家是二点五 最低的 我们就比两个战败国高 战败国就德国 日本他们是一点五 日本民意是一点一 实际上日本也有隐性开支 我个人估计是一点五左右 德国比较老实 德国就是一点五 那个他是实的 所以两个战败国 一点五比我们低 然后我们在二点五 英法三点五 美俄印四点五 是不是在战胜国里面 我们的财政负担相对较小 所以很肯定地讲 在所有大国中 在战胜国当中 我们的军费开支 对国民经济的压力是最小的 美国曾经有非常强大的造船工业 现在呢 除了军事造军舰可以 名品已经没有了 知道吧 整个美国只有一个船台 可以造航母 咱们国家多少知道吗 我们39个 所以如果大家争爱国 大家捐点钱 先把技术搞成熟一点 同时开工 这个三条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基础 我们军事现在在第二梯队 然后现在的工业基础 技术基础 财政基础都非常好 我个人尤其开成财政基础 因为打仗是打钳子的 外行 看热闹就看武器 内含看门道 看后勤的 知道吧 从后勤就是财政 财政基础来讲 我们军事未来增长的财政基础是最好的 所以我的推算 未来十年 中国军事力量将是一个黄金十年 会大爆发的 作为军民会很幸福的 检视防务周刊去年一月吧 好像有个计算 说中国咱们基本上是三年造一个英国海军 就交的新建 三年一个英国海军 总之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歼20是批量生产的对不对 歼20是非常好的时代机知道吧 我个人对歼20和05评价很高的 05是当今世界最好的水面作战兼职 歼20是当今世界最好的隐形战斗机之一 这是500年来未有这大变局 因为这500年来啊 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战装备 对非西方是碾压似的 但是这两款出现一个情况 让这个 就是一个非西方国家 中国主战装备 跟西方主要国家 美国是拉平的 这是不是500年来没有的现象 很伟大的现象 知道吧 所以作为军迷啊 我们期待着未来的黄金十年 OK 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啊 这是横向壁啊